有朋友说自己烙的馅饼发硬,怎么烙也不软 今天我就把我做了十年早餐劲的配方告诉大家 不发面,不烫面,个个皮薄如纸 凉了都不会硬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盐,增加筋性 倒入180克温水,搅成面絮 铺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切成8个等量的面剂,全部团圆 取一个盘子,底部刷一盆油 摆入面剂 表面也刷一盆油 装上保鲜袋,饧面40分钟 铺鲜的白菜切丝,放入碗中 放上一勺盐,杀出水分 豆腐切成丁,放入碗中 放一勺盐,增加底味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搅拌均匀 锅中放油,油热倒入豆腐鸡蛋 翻炒均匀 炒熟,倒入盘中晾凉备用 上好水的白菜,挤出水分 放在案板上剁碎 放入盆中 做好的粉条用老抽、蚝油 给它腌一下 倒入炒好的鸡蛋豆腐、胡萝卜丁 红花、姜末、鸡精、十三香调味 一点香油提香 这样我们的馅就调好了 饧面时间到了 面板上刷油 我们取一个面剂,撑长 放在案板上,按扁 擀成长方形的薄饼 中间放上馅料 整理成长方形 像视频这样,两边对折 用擀面杖,将两端擀薄 这样烙的时候更容易熟透 我们的饼皮就做好了 炖饼春预热刷油 放入饼皮 在盖中火烙饼 烙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个盖 烙至两面金黄 中间裹起 我们的馅饼就做好了 这样包的馅饼不用发面 不用烫面 各个皮薄如纸 破皮不露馅 非常适合不会包馅饼的朋友